老强 一会儿有个客户来签合同 你负责跟进 经理 能不能让郝胜负责 不行 记住 这件事只能你亲自负责 绝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明白了吗 好的 谢谢经理 去吧 想绝处逢生 我偏不给你机会 还有一下午时间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哥 哥 经理找你什么事啊 他说让我跟进一个客户 这合同都给了我 说一会儿签了 不错你这运气 这么好的事我怎么没碰上啊 我也觉得奇怪 这么好的事 我还说把它转给你的 结果经理不同意 非说由我来负责 咱们兄弟俩谁干不一样 好好愿意相闻 阿姨 您慢点 叔叔慢点 来 我们里面请 这儿的房子我们不要了 盖的质量不好 价格又那么贵 这儿的开发商简直在抢钱 不要了 咱们走 阿姨 您等等 叔叔阿姨 您们等等 其实说真心话 我们在这一带的房价 真是最低的了 而且性价比啊非常地高 您可以出去比对一下 您如果真心想买房的话 我建议您还是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买房 是有价格优惠活动的 不考虑了 我们不要这儿的房子了 咱们走吧 不要了 白白浪费一下午时间 走 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热水了 将就喝这个吧 好吗 没事 不对啊 怎么了 合同有问题吗 合同没什么问题 可是一直联系 负责接待我们的 都是戴小姐 怎么说今天有事不在吗 她可能是接待客户去了吧 经理跟我说 让我跟您二位 接下合同的事情 那秦豪今天是这样 我们也不着急 还是在等等啊 你不知道 这换别人不合适 戴小姐说 我们签了这个合约 她就可以完成 这个月的业务指标 否则的话 就会被经理开除 你看我们都谈得好好的 经理怎么把合约 转给你了 看来他们之间有矛盾 这个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 算了 算了 不等了 把合同签了吧 他们公司内博士 咱们不猜 那倒也是 您先呗 先生 您还是稍等一下吧 我打电话给戴小姐 确定一下这个事情 不好意思 您把合同是给我吧 二位喝点水 这么乱 既然来了 我们下呢就再等等呗 喂 你的客户在里面等你 去吧 我的客户 这个合同怎么会在你手上 马经理给我的 我想既然一开始 就是由你联系和接待的 就应该由你来负责完成 我找你 好 谢谢你 别客气 客气吧 别让客户等着急了 嗯 老混账 沈浩江 你无阻止无尽 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还是不识抬举啊 不请示 不会报 擅自做主呢 是那个客户 点名要带玲玲接待的 我也没办法 你脑子进水了呀 你随便找个理由 你 你就说 交代没时间不就过去了吗 你三岁孩子 这种事还让我教你 我说过了 可客户非要坚持 我不能因为这个得罪客户 让公司形象受损吧 你闭嘴 沈浩江 我跟你说 如果不是你董事长 介绍过来的 我现在就开了你 你以后在外面 千万不要说 你是我的病啊 你在我这儿已经过了 走 走 我说哥 你是怎么想的呀 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那个姓马吧 他是咱们的领导 涉及到咱们的待遇 还有我们的利益 你以后是不想好好干了 是不是 我听他的 那戴玲玲呢 肯定被开除了 开了不更好吗 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对 怎么的 我们之间的都是误会 无冤无仇的 可能害人都吗 哥 我跟你说件事啊 你可别告诉别人 那戴玲玲以前跟马经理啊 有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 后来两个人闹掰了 成了仇人 反正就是那俩男女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说这个女人啊 绝对不能帮我 你要是帮了她 那就是自己惹过乔村 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 听谁跟你瞎说的 不是 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要是没有马经理的话 那戴玲玲的业绩 怎么会是第一案 现在他们俩闹掰了 这业绩立马下降了 这不就是秃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个事吗 行行行 这件事情呢 就此打住了 咱们不听信也不谣传 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比什么都重要 哥 你就听我一句劝 这个事你真的不能这么干 你还没完没了了 你的客户接电来 他们刚所说 大概下午两点左右 下午两点 那么晚过来 你们等一下 怎么 良心发现了 要跟我哥道歉 什么事 我今天 是想跟你们道歉 上次在人才招聘市场 还有商场里面发生的事情 使我误会你们了 我没有搞清事实真相 就乱发脾气 对不起 事情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别忘心上了 还有 昨天 你因为我挨骂了 我知道了 我挺感谢你的 没关系 你拿提成 我哥被挨骂 你这小算盘也打得太小了吧 别说这个行不行 他说得没错 道歉或者感谢 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歉意 我把我这个月的客户 转给你一个 就当是我的诚意 那怎么可能 你打负谁呢 谁要是跟我哥过不去的话 我就跟谁过不去 他就这么一个人 刀子嘴斗不心的 别 别往心里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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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